今天千辛萬苦,蒼奇終於回到 應該要回美國,不是的 他回到出生地,澳洲 因為美國,他爬底 好了,你不是去吹水都可以 吹水,你可以過去誹謗 可以有禁制令 但是他之前不是過去誹謗 而是去洩露國家機密 即是見過了,洩露一些東西 好了,老實說 這個世界上是很過癮的 你説他留下的東西 在美國這樣的地方,就不夠你説 其實剛才他説得很清楚 我們講的common sense 其他東西我們不在美國住 就算在美國住也未必知道 喂,通俄門 首先,官方 起碼上次國會,認為不好的事 他們繼續説你的左眼 要繼續説你的事 喂,特朗普到現在 連一間酒店都起不到在俄羅斯 那你還說什麼 或者他很想通俄的 都不定,通什麼俄呢 好了,這些就是 所以,你們要明白 喂,有沒有這麼大勢力 我不知道是否是深層政府 但是希拉里 我先不要說,林鄧 我不說,奧巴馬先 連同情報單位 你只想想2016年 特朗普一上位 不是,主流媒體 不斷地說通俄門 通俄門 通俄門 結果現在發覺是沒事的 好了,而 一直有很多評論 有很多評論的人 包括我剛才提過他們的名字 他們都是用那個方向去評論的 因為為什麼? 他們是接收這些消息 他們是難以承認的 怎麼搞錯 那些媒體都這麼想起? 就是這麼想起? 嗯 這個就是現在 你只是看一下 好像我們的位置跌到這樣 我當然要研究 喂,是不是黃標呢? 黃標有關係 但是我們過去都有黃標 那當然更加有關係的就是 喂,其實現在有什麼好說呢? 政治 老實說 他完全不會推信 完全不推送 remind你都沒有的 差很遠的 可以 嗯 那大家可以留意 差不多呢 尤其是 我跟大家說 有些是影響小一點的 我不知道關不關 我很少 但是我聽見 有時候我留意 我們這些是他們的對家 他們一定 他們不封我們的台也會偷笑的 嗯 當然 如果你像歐家倫那些這樣 就絕對沒問題 對吧 因為現在他們還是 你要知道Facebook Google 是在什麼人操控著 操控著 那 你知道他們佔了錢 捐給誰成功 就說完 好了 好了 所以呢 我跟大家說 反特朗普的人就是含家產 不用說 只要不認同特朗普的人就是含家產 你不用說 不管你是美國人 中國人 香港人 就是這麼簡單 去分斷 去分判 為什麼呢 你可以不認同這個人 不認同他的政治 但是他們從那些 什麼東俄門 什麼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去打仗 用這些說話來 所以現在你說 那難道歐洲那些 那些政要那些是含家產 不是含家產 那些 大部分都是含家產 你留意一下 凡真和特朗普 比較好 或者支持特朗普 都做到一些事情 好像阿根廷那個 做到一些事情 所以今年什麼都不用說 阿特朗普當選對我們未必有好處 我覺得多數都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我覺得 誰贏都不要緊 一個乾乾淨的選舉 是最重要的 不要好像阿桑奇 他都說 阿桑奇說 你停一點 一定會有造馬 但是今年是難的 我覺得 你就算怎樣做 你這些選票你又來 因為去年連遊戲選票 既然都搞不定 都要搞到最後 狂刃 是吧 這一個 如果你說連美國 雖然說連年歲歲月月 他都有一些 做馬 但是沒有這麼微譜 好了 今天我看了這個文章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但是也很危險 就是 英國每日郵報透露 由這個駐德國柏林亞的也門裔科學家 也門裔 窮的人 證明 老實實說 真的像上本無種 嗯 是吧 那他 可能在小時候有些祭遇 去到西方文明 國道 受到一些高級的訓練 他便達到這個程度 提出了未來監獄的概念 什麼叫做未來監獄呢 我長話短說 就是用AI技術 將一些人的犯罪合成記憶 灌輸到那個犯狀 令到那個犯人呢 是在腦裏面呢 是能夠感受到受害人的感情傷害 肉體受傷的痛楚 以及那種絕望的 是這樣的 OK 好了 他說這樣呢 就會令到那個罪犯 即使是一日兩日都好 他便盜日如年 因為那個AI呢 只是感知而已 令到他那個感知呢 你明明只是一日而已 他可能已經是三年四年了 哇 這個好像你以前說 什麼天上 什麼方一日 人間已七年那種感覺 是 報道說呢 那 服刑被認為可以阻止再犯罪 但是多項研究 報道都顯示呢 即使服刑都不是絕對可以的 當然不是啦 如果不是這麼多慣犯嗎 你好像早前我們說過 那條狗子 吵你生交轉運 騙了三條女兒 吵了三條女兒 吵了三條女兒 吵了七年出來 便立即再去吵小女兒 是吧 華哥嘛 我記得車的小女兒十歲 吵小女兒停車場 想吵她 怎麽知道那條男兒不夠硬 接著呢 在十歲到十歲到十歲的女兒面前 打飛機 打完呢 就給他五個嘴 叫他不要吵人說 接著那條小女兒吵你了 不要吵人說 那條小女兒吵你了 把我五個嘴扔到垃圾桶 然後馬上向社工說 報警將她乘之於法 那她就錯了 她不能害怕 OK 好了 她大家不同 現在呢 我們用AI生成的犯罪畫面 將她植入 她的犯人的大腦 誘發她悔恨的情緒 而且能夠產生視覺效果 還會刺激她身體反應 令她感受到受害者經歷的痛苦和折磨 譬如 受害者或者家人遭受到她的身體和情感 不停坐傷等等 OK 嘩 這樣就很難見 好了 真是屌你了 你呢 她雞姦仁 她將你的情境直入下去 你不只是屁股痛 是那種痛苦絕望 那種感情也有 但如果是一個沒有同理心的人 她就算醒了 三次是否會悔恨 我也會 什麼 好了 但是這個呢 也門銳的概例就說 如果要令到記憶永久化 一定要永久化 才能夠確保到長期效果 否則過殺了 她可能後悔 一放出來 你不永久化不了 OK 她說這是有點複雜的 我反而覺得呢 監獄方面就很歡迎 暫時叫這個技術 Codify Codify 可以減少監獄成本 但是如果這件事 由這一條直入 其實不是真的可以直入 任何思想 一個人腦 你不是犯法都可以 是吧 其實真的現在這件事 真的很危險 即是洗腦 是的 正式洗腦 是吧 但是總會有些方法 我覺得 甚至乎 不需要我們的許可 可能不經意地 就會進入到我們 不會太陽 有些人 他就是 受傷害 植入一個你 新的人生 他給你 噢 這些就是世界大亂 不是 現在我也不知道 新的生法 這些是一定會出現的 會不會 但是 我們能 我們可不可以阻止到呢 是吧 你就算你說 喂 即是表面上 喂 我們不可以 即是複製人都不行 但是暗淨 很多人在做 因為他們都在 好想在科學上面 達到一些 就是 不要說achievement 達到一些成果 去解除他們做科學而已 所以大家要去看澳門開幕 好了 我們說一些開心的事 英國一名七十三歲的男房東 全家產來的 她欺壓三名心急租房的女生 英國的租很貴 尤其是 一些人不買樓 跟香港一樣 因為樓市比較低 利息又高 不買樓便租 強迫她們性愛換住宿 還摸她的身體 其中一個更加被迫口交 她還很厚顏地跟一個女受害人說 她說 我又沒有叫你博爺 算一下 這樣 這樣 她拒絕認罪 但是陪審團上 裁定她的罪名成立 法官日前監禁她三十個月 喂 那麼少 那麼少 紀錄為性罪犯就十年 她七十三歲 就怕你你 這樣也是三十個月 真是英國犯罪 但英國我覺得 鬼妹不難追 我要作為一個五十幾歲的 行相踏入老年的男人 我也覺得鬼妹不易扣 話說 我在曼城 是 很無聊地 因為我經常在街上吃煙 因為我上酒店 在房間吃煙 就被我老婆吵 沒有人吵 吃煙 見到 你知道在曼城那些 我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她什麼都不多 她真的有酒吧多 甚至那些明明不是酒吧來的 明明是餐廳來的 一到星期五六天 她都變成酒吧這樣 要是沒辦法 你知道那些人 我懷疑她們那些人 是不是一出糧 就不斷狂喝酒 是啊 放工也是 你有沒有別的東西 喝酒 她晚上不是去購物 不是打麻雀 喝酒 就是那我喝 男女女 話說 我記得有一間 我以為很貴的酒店 後來我問 應該原來住過 好像叫Britannian 我不記得了 那麼多名字 便宜的 她就報宴 看到這些男男女女走過 然後突然看到四五個 我想不是讀書的 二十多歲 那些OL 有高大 有小粒 有肥 有什麼呢 高位肥手都有 但畢竟都是二十多歲的 年輕女 在我面前走過 嘩 我聞到一股 它又不是很香 但一些女 又不是這樣 年輕女 一些這樣的味道 於是 我跟著她們的 跟著她們的 疑步 繼續看 當然不會很靜 不然很熟悉 就是偷偷看 然後 我見到一個中法的女子 然後回頭 看我 跟我笑一笑 我又聲濟 這樣 又笑一笑 我覺得 仇靠你 不是 我覺得如果 我年輕一點 我就 就出手了 那一刻都可以 不要 立即 上房 立即去問一下 Hello Hello 然後又問一下去哪裡 Fuck 去哪裡 去喝東西 或者去問一下路 就可以了 好了 好了 事發起威爾斯 不是 威爾特郡 犯案的時間 由2019年2月 到去年的1月 其中兩名受害人 分別只不過是 十九和二十歲 搞出幾年 他們的共同點 就是很急需一個住得的地方 OK 被告呢 這個叫Fedric Alert Fedric Alert Fedric Alert 刊登說過要出租 他家裡的一間房間 就說明只是租給女子而已 他有權這樣選擇 但是當然了 現在你想起來 就方便去做些租行 你租給我 你想不想 我打他 好了 他更加 竟然向其中一名女租客 說 如果你想繼續租下去 那你就準備好 照我的要求去做 法官批評 這個Fedric 特意 特意 特意在月底 受害人 又找不到新屋的時候 逼他們 明天你要走 你想不去不走 你讓我住多晚了 我給錢去 你知道我要什麼 法官批評他 警員也在電腦 和他的電話中 發現儲存多段色情片段 包括 他偷拍女租客 被他強迫客 和我含了 他強迫他 跟他含了 我都不用你 不用拼了 我給他Discard你 跟他含了 好了 要不然要趕他走 那個女租客 很徬徨之際 跟他含了他走 他再偷拍 偷拍來做什麼 除了我來打霹擊之外 再繼續逼你 你不用我屁了 我問什麼 73歲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 為何要搞到報警 你直接說 不如這樣 你給他一次 我好像廣州 就好一點 好了 另外 你介紹一個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新聞 但我覺得這女孩挺漂亮 今年二十歲 二十歲正 二十歲 她叫做塔乃花嶺 她是一個大學生 她現在 正職是一個 水著 無故 但是 日前宣佈下海拍AV 好 令到 網民一震挖延 有什麼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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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下海 演為人 就是這樣 更加透露 AV女優 原來是一直很嚮往的職業 事實上 老實說 你又要錢 你好話不好聽 好像我 我看 那個叫做 不知道南野油 還是南增油 她現在在香港 二千八百元 二千八百元 二千八 一九九四年出生 三十歲 二十九三十 她說 她也有 十幾十套AV 有單體 即是自己 即不是全部合格 人的 有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想想 我要診一下AV女優 我未二千多元 就真的不能夠說貴 但如果不是AV女優 你會想 你收一條糞到二千多元 所以呢 有時候是有些價值的 你說這些男人真的很無聊 是不是 是的 如果不是 你有沒有試過 香港小酒 你有沒有試過特酒 即是那些都是一樣 還有二千八百元 她收一半 不知道有沒有 日本也收 香港也收 香港也收 如果 這些真的未必有 這些真的未必有 即是酒店房錢 可能 即是九百一千元 即是好像她平時 在什麼這樣 好了 喇 喇 她外貌甜美 加上她的天賦身材 令到她 一出道就已經很多fans了 誰知道她昨天 在社交網站 就是以前的twitter 投下震撼蛋 她還手寫信 內容透露就是 她即將要下海做AV女優 成為這個Mudis的新人 出道日就決定在7月16日 咦 即是我們看完這個歐洲國家 不如決賽 第二天就可以買她的新作 她又說 由小到大 她的夢想 她的憧憬 就是做AV女優 她今次已經下定決心 已經做好了 演出AV的覺悟 塔乃花寧和粉絲說 成為AV女優之後 她將她的作品呈現過去寫真 你看不到一面當然 你寫真 你不會抹大筷子給別人看 你寫真 你不會抹大筷子給別人看 你寫真 好 她說大家都能看到 大家看AV就可以看到一切了 在文章最後她還說 她離出道我還有一個月時間 希望大家能夠看我的作品 塔乃花寧 她是來自東京的 4月開始 今年4月以大學生身份 加入寫真界 推出過水著的寫真 DVD 她出道時已經說 想在讀大學的期間 挑戰各種事情 成為寫真界的第一步 她的參考對象 就是退役的前AV女神 三上游阿這樣說 她現在都走回三上條路 不過三上就入過演藝界 她就不要 好了 日本會這樣做這樣 事實上是 因為如果不是 她們真的很容易 就已經可以看到 她們大學畢業之後 怎樣去做上班族 然後嫁人就回家裡 臭小孩 真的很尋規道具 但是做AV 不知道這個生涯會帶到什麼 我們的經驗 一百個裡面 都沒有幾個好收場 但是永遠都是看好收場 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及村內央成為一個真正的演員 我會不會成為 就是她寫書 成為財女 是吧 還有一個漫畫家 那個叫做 蜂 我不會讀 她的名字是日文字 又有一個 那個是畫女仔漫畫的 我們介紹過的 畫很多時間 還有一個是 真是畫家 西洋畫的 她的經理人就是她的老公 不過是賈波 那個叫做 我又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講AV 就是英國開國的這個節目 我們看看這個 塔乃花寧 真正 OK 現在還未正式大執 但也執過一下 拍攝真集 是不是很正 十八無走苦 還說我來拍AV 當然OK 對 再去 我想她本身也是尖的 現役女子大生 這是青春無敵 是不是很美 就兩體 但是 其實這些質素 很多時候 就算在藝能界出道 都OK 但是AV界 就是益藏去馬路 OK 還有現在 不知道有沒有發覺 大家 她基本上 那些有馬的產 作品一出 不用很久就會有無馬 即是那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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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去 OK的 這些有少許局出來 不過始終北京是年輕 好 再去 各位網友 我就不會問你們 一還是二 沒有人二 沒有人二 我想問你們 寧願是現在 吃她 一 就一 還是她出道做AV 就算吃她 就二 出道 即是出道後 就是 為甚麼 正式吃AV女優 身價也高一點 OK 但是現在你說 她還沒做女優之前 我吃過她 又是一件事 各樣的分別 OK 我覺得 如果你給我 吃到後身價 我都不會 我不行 我是 我就只能夠 我不是不色情 但是我 就只能夠 跟我有感情的女人 才能幫助 所以我只有我老婆一個 OK 好 請一陣 現在第四節 接著你做我們 和這次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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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